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 大本营 0708差不多 那个时候就是对彼此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帅不敢接近 安静 太安静 太不敢接近了 太安静 那这些年有感觉到彼此就是有什么变化吗 越来越开朗了 但每次上节目花越来越多了 就玩玩戏啊什么之类的 也敢参与玩 但之前最早的时候是没 是不怎么说话的 我说这个主持人太好当了 对 我最开始我觉得 其实从我心里我会觉得他比较太高了 然后不好接近 我多好接近 我真的不敢 最开始真的不敢 然后不敢不太敢说话 但是 你是我个人高 2米6 然后 然后其实真正有接触的是因为决定要参加这个节目 然后其实才会有一些私下里的接触 我觉得挺逗的 然后也挺好聊的 没有什么禁忌的一个人 对 我是比较正的一个人 对 就是三观很正 但是也很逗 好像也没有那么难接触 没有那么遥远 那你当初是为什么要决定跟这个很逗的人一起来参加《青春经》吗 因为他能力者呀 你说我来参加这个节目 我肯定就是给 就是搭档一定是非常强的那种能力者 否则我这估计都不用说一轮了吧 一个任务估计就完了 其实我们在出发 他没来之前 我就心里有在想 我怎么跟吴欣说 不要把它当成游戏 真的要把它当成一个比赛 认真的去比赛 所以我一直都想去 我用想办法在比赛的过程中去带他 但我一直也是在说 吴欣是一个很要强的 他肯定不服输 但是跑步确实他真的服输 跑几步就能歇下来 我就是这一个信念 不行要跟那个一组的 不能离他在五米以上 这就是我的信念 什么地己 在我脑子里根本 我觉得这个我说不上话 就不要拿到最后一领 对 荣誉 我觉得是个荣誉 我 大家也就对我们挺看好的 对我们的能力 希望挺大的 对 所以说不能拿到最后一领 快快快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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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